最多新生河的地盤 新北市 新北市 我都知道河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台東嗎 是彰化縣 為什麼 為什麼 鄉下地方 因為就是 晚上沒有什麼活動 所以就 早點 睡 可是 早點睡因為 太無聊了 睡不著 所以要做點運動 所以就生日比較多 台灣面臨嚴重少子化危機 截至2019年底 台灣人口合計 2360萬321人 這已經是最高峰了 台灣今年可能人口 就會自然負成長 也就是這個死亡人口 會超過出生人口 從此台灣人口 就一直負下去 2040年之後呢 我們的人口的減少 就會越來越明顯 以新生兒來說 2006年 還有26萬新生兒 2009年 跌破20萬人 2010年 因為虎年關係 更少到 只有16萬人 2012年 回升到22萬人 但之後 又開始下滑 去年 只剩下17萬人 依照這個速度 2062年 更會跌破 6萬人 不但如此 台灣0到14歲的人口 和65歲以上人口 在2016年 出現黃金交叉後 差距就不斷拉大 2050年 65歲以上人口 將突破 700萬 在2018年 台灣就正式進入了 WHO的高齡社會 也就是有14%以上的人口 是65歲以上 如果 我們不做什麼的話 我們的推估就是到 2054年 台灣的人口就不到 2000萬人 我們認為以台灣 這樣的一個 扶援面積 跟我們要維持 我們的競爭力 台灣的總人口 還是希望能夠維持 在2000萬這樣子 這也意味著 年輕人扶養比 將從2015年 每5.9名年輕人 扶養一名老人 變成2025年 每3.4個 扶養一名老人 2065年 老年人口超過4成後 更變成每1.2個 扶養一名老人 年輕人負擔變重 更難以存錢買房 成家 生小孩 怎麼敢啦 經濟吧 經濟考量 自己都有點 養不起 然後還有養小孩 物價太高 然後就怕自己 沒有辦法給小孩 太好的生活 這就是為什麼在 2010年 就年過99年了 那時候 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 他 宣布了 稍後只發生不完問題 問題是 該怎麼做 政府在 從過去兩年 我們就開始 大力的去 減輕這個年輕夫婦的 養育的經濟的壓力 推出了很多的 包含 育兒津貼啦 或者是這個 幼兒的教育 那個延伸的部分 我們的目標是 希望在2030年的時候 台灣的總生育率 能不能夠到1.4 聲音率如果降到某一個程度的時候 那麼 再多的鼓勵聲音措施 它的效果是 幾乎會沒有 那個門檻是什麼 那個門檻就是 聲音率不要跌到1.3了 台灣現在是多少 去年很可能是1.04了 我們就在1左右 我們到了1.3的時候 我們還沒有能夠作為 有的這些鼓勵 你頂多能夠維持生育 不要再下降 但它並不能保證 你能夠回生 充分條件是什麼 我是覺得就是一個價值觀 跟生活形態 但這個是需要比較長的時間 如果大家對於婚姻跟家庭 並不是那麼重視 就是走向所謂的 個人主義 消費主義 對個人來講 它是那種選擇 但是對整個積極社會來講 它可能是個危機 整個台灣老化最嚴重的 小姐你會猜是哪一個縣市 哪個縣市啊 嗯 宜蘭 我覺得應該是 台北市吧 不知道了 後來 根據內政部資料 到2019年底 台灣老化最嚴重的是嘉義縣 而全國人口最多的是 新北市 有401萬 六都人口最少的是 台南市 只有188萬 本島人口最少的是 台東縣 僅有21萬 新生兒最多的是 彰化縣 人口最年輕的是 新竹市 人口外移最多的是 台北市 遷出9000多人 人口遷入最多的是 新竹縣 遷入1637人 離婚率最高的是 澎湖縣 栽婚率最高的 則是 桃園市哦 政治中心 台北報道 人民的小事就是 政府的大事 為人民做牛 我希望新任總統呢 能夠提高育額津貼或者是一些生育補助 以台北市的房屋來講 一個月也差不多大概就要一萬發 可能薪水以四萬來去推算的話 如果一個月要付了保母一萬發出去 相對他的生活水平 我覺得也會越來越低 相對很多的新婚族或是年輕人 相對的就是比較不敢生小孩吧 不過建設公共住宅 我覺得公共住宅還算還不錯 就是像家裡可能有房子就不能住 可是其實每個家庭都狀況不太一樣 就是可能要放快一點 房價太貴了 然後年輕人可能都買不起 就是可能存一輩子錢都買不起這樣 我們的新總統可以就是提高我們體軍的薪資 因為現在目前的薪資大概很落在就是三萬多塊 那我希望可以可能提高到十萬五至五萬 因為就是在台北這邊生活的話 就是因為還要租屋 那還有加上影響平常的一些基本的消費 這樣子根本就是不夠去看額自己本身的一些費用 希望新總統能夠採納市民小民的一些想法 希望能夠聽得到 我跟各位老公在來講 人民的小事就是政府的大事 為人民做鳥 那我是一名職業婦女喔 那每天早上呢把小孩送到幼兒園跟保護家之後呢 就要匆匆忙忙的趕去上班的喔 那雖然說現在政府呢有推出很多育兒的政策 可是我覺得對於一般家庭而言 不論是金錢上啦 或者是在時間照顧上都還是還蠻大的壓力喔 所以說呢我希望未來總統可以推出更多相關福利措施喔 跟政策然後以及呢可以打造呢職場友善育兒環境 以及呢增加更多的公託數量 那讓我們養得起小孩 我的老家在台東 那我工作的地方在台南 我之後呢其實很想在台南這邊 買自己的屬於自己的溫馨的小窩 其實我有先試算過如果以我現在的三十幾K的這個薪資 不吃不喝 可能要二三十年才可以真正擁有自己的房子 希望未來的新任總統呢 可以在年輕人買房的這一塊 可以有更好的策略跟方案 讓更多年輕人即使在外地都可以 很容易的買到屬於自己的房子 我做過涼化修徵的行李 暗大陸有在交流的東西 我可以來處境的經濟民 不像以前達了二十多年以上的行李 真好啦 未來新的總統可以暗大陸交流的切割 可以涼化的行李 來來去比較是比較好 希望的行李是可以學一代 我比較好做的 我希望我們熊一任總統 可以替我們的八成拚經濟 拚我們的未來 讓我們的八成可以賺更多錢 我們九六億 希望熊一任總統可以硬起來 我在買便當 我希望我的行李 可以越來越好 賺越多錢 可以搶工資 那這位來去投了 那這位來去投了 謝謝 謝謝 謝謝